历史上最诡异的封号,得此封号者,无疑善终 读历史,您是李,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我们都知道,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经历了那么多的朝代 虽然说朝代基本上的构造都差不到哪里去,但是制度和经营模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但是不管怎么变,还是封建时期,还是阶级制度,还是皇帝至高无上 老百姓没什么地位,奴隶制照样存在,官员等级制度也十分的明显 但是在历史长河中有一件奇怪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这个封号谁用谁就会死 说到这里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夸张,怎么一个封号谁用就会死呢 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但事实上就是这样,这个封号叫武安君 插个题外话,关注小编,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 好了,言归正传 所谓封号,是古代帝王,君主为手下的有公之臣加封 自语的称号,给公臣或贵州加封号,世界各地都曾盛行过 在中国,封号最迟自周朝开始,直至亲王朝伴随整个中国封建及地质社会的始终 在欧洲,封号自封建时代,开始到现在的君主立宪国家一直存在 在古代,能安邦圣敌者君号武安,君是金大夫的一种心诀号,以礼,桑福,天讲,君,至尊也,郑玄柱,天子,诸侯及卿 大夫有敌者皆约君,唐甲公宴又书道 以其有敌则有臣故也 这里指出了称君的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土地,二是属有臣子 所以,在古代,能称君者,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中俊杰 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盛 楚国的春深君黄歇,齐国的孟长君田文 都是各个封君的人物 光是从这个封号上也能看出来了,一般都是赐给武将的 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个封号了 而且武将也分得很多,有的守卫京城,有的守卫边疆 这个封号只能赏赐给那些对抗外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可是最后这些人的结局似乎都不怎样 那么有多少人被封为武安君呢? 第一位,苏秦 第一个当武安君的名人,就是战国期间著名的纵横家苏秦 苏秦是鬼谷子的学生,学成游历多年,游说列国,得到文功赏识 初始赵国,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 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并且担任从约长 佩戴六国相应,使得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官 赵国赵素侯更是封苏秦为武安君 然而秦国的示弱,也让联盟瓦解 而晚年苏秦,依然服务于燕国 并且到齐国从事反戒行动 他还受到了秦敏王的重用 最终却因为齐国仲大夫的争宠导致对苏秦的刺杀 苏秦重伤未死,却已经奄奄一息 他最终要求齐王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戒活动为民车列自己 悬赏刺客,从而找到罪魁祸首 齐王照做之后,果然抓住了害死苏秦的凶手 然而苏秦的死法,也却是惨不忍睹 第二个,白齐 当时白齐在秦国的时候 秦国因为商样变法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秦国当时的领导者是秦昭王 秦昭王是一个志向远大的领导者 他在继承王位之后就继续使用商样政策 他不断地提拔一些平民百姓出身的将军 所以白齐逐渐地步入了人们的视野 白齐他使用了很多的措施 取得了很多的功绩 所以也就当上了一个将军 后来带领军队攻打韩国 当白齐与韩国和卫国的联合军队相遇了之后 他将一些军队与韩卫联军对峙 然后派遣主力部队偷袭到了韩卫后方的补给 之后将联合军队包围在了一个地方 就将他们全部歼灭了 一共杀死了24万人 并且还擒获了魏国的将军公孙喜 为秦国获得了很多的领土 经过这里一场战役 震惊了其他六国 秦昭王非常高兴 也提拔了白齐 后来白齐又带领着秦军进攻魏国 这次攻击魏国夺取了61座城池 也收获了秦国以前的师弟 极大的扩充了秦国的领土 楚国也被打怕了 后来有一位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来到了楚国 他给楚王诉说了以前楚国的光辉历史 也给他说了今天的耻辱 所以楚王也被激怒了 想要向秦国报仇 于是就派遣使节前往其他的国家 商量如何一起进攻秦国的事 但是这件事让秦国知道了 于是白齐又进攻了楚国 秦国军队将楚国都城包围了 然后就攻破了都城 在这场战役之后 白齐就被封卫了武安军 非常高 这已经是秦国的顶级爵位了 这个武安军这个爵位前后就三个人 一个是白齐 白齐之前的是苏秦 白齐之后 是赵国的李牧 但是白齐后来在对待赵国的战略上和范居起了冲突 因为这个 范居不断地说白齐的坏话 最后秦国攻打赵国失败 秦王把怒火发泄到了白齐的身上 第一位武安军被秦王赐死 第三个 李牧 李牧 约公元前280年出生 赵国勃人人 历经赵孝成王 赵道湘王 赵王谦三代赵国君主 作为战国末年东方六国最杰出的军事将领 他的生平事迹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 第二阶段由于秦国的东晋 奉命抵御秦国阻止其东晋的步伐 公元前246年 李牧被调回朝中 以向国身份前往秦国签订盟约 并让秦国归还赵国质子 一年后 赵道湘王继任赵王之位 在此期间他听信谗言 将连坡革职 让乐成取而代之 连坡一目就率军攻打乐成 赶走了乐成之后 连坡赶到赵国无立族之地 就率军投奔魏国去了 公元前245年 李牧成为了赵国重臣 在赵王的命令下 率军攻下了燕国二帝 公元前235年 赵王迁计任为赵王 继位不久 秦国就派大军入侵赵国 连夺两城之后 秦获赵国大将护折 更坑杀了赵国十万军民 之后 秦军士气汹涌成圣追击 赵国无大将能抵挡他们的侵略脚步 秦军勇往直前 连夺几处重要城池 绕到背后 直取赵国都城 李牧接到赵王书信后 火速率军南下 与都城护卫军会合后 在宜安与秦军发动大战 秦军远征而来 梁草肯定无以为继 而赵军背后就是都城 梁草充足 所以李牧准备以义代劳 将秦军拖在此处 活活耗死 而秦军经过几次攻防战 仍没有可趁之机后 决定撤军 李牧发现机会后 主动率军出击 拿下秦军大营 俘虏全军 后李牧为了赵国的设计 和百姓着想 据不听从赵王下达的指令 赵王迁便设计暗杀了李牧 罢免了司马上 李牧被杀仅仅过了三个月之后 王俭就大败赵军 攻下邯郸 俘获赵王迁 公元前222年 赵国仅存在带地的政权 被秦国攻占 赵国灭亡 第四位 项燕 最后就是项羽的祖父 项燕来说 也曾被封为武安君 公元前225年 秦国东征西法 战国七雄在大秦铁蹄下 一个个的倒下 韩赵迎面 魏国也在猛将王端的十万大军 和水冠大梁下 魏王请降 楚国的边境里然战火 魏国迎面 秦将李信和蒙田二十万大军 向楚国进军 两将皆为猛将 大军势如破竹 数座城池被攻下 楚国岌岌可危 而项燕作为楚国的将领 项燕趁机尾随在李信的军队后 三天三夜不休息 从后方偷袭李信 大败李信的军队 攻入秦军的两个营地 斩杀七个都尉 李信率残步逃回秦国 这或许算是楚国灭亡前 最大的一次胜利 也难怪经此这儿后 项燕在楚国名声大震 被授予军中之上权柄 掌管楚国全部兵力 公元前224年 为报李信败军之仇 更为震慑北方奇艳 秦国大将王俭又率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 大军驻扎在楚国边境 随时待命 这个王俭的狡猾之处 在于他也学会了项燕的战术 所谓以笔之道还师笔身 就是用的等字诀 项燕率楚国精锐之师 迎战王俭 却不曾想数日挑衅 王俭竟似不闻不问 秦军们就在营地好吃好喝 似乎根本不想跟项燕打 数日而后 项燕剑在王俭处逃不到好 也是犯了轻敌之过 后方虚空 旧率军东进 却被王俭来个背后突袭 楚军溃败 连连撤退 项燕虽拼死奋战 却也难逃宿命 在混乱中战死殉国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